刑事局接獲了新加坡警方的通知 指新加坡發生了多起臉書詐騙案 有民眾被廣告誘騙 下載了含有木馬城市的APP 而遭到詐騙集團遠端遙控手機 盜取網路銀行的錢財 有一千八百九十九名的新加坡人受害 受騙的金額將近八億 查出的IP是來自於臺灣和馬來西亞 三國的警方也首度跨境合作 在台馬兩地逮捕共有六名嫌犯 搜尋醜物美容 共享汽車 新加坡民眾常利用臉書 比價找優惠 卻被詐騙集團盯上 刊登假的商品廣告 吸引民眾詢問 再透過夾客服 誘騙下載含有木馬城市的APP 取得被害人手機權限 透過遠端操控 將被害人網路銀行的錢 全部轉走 詐騙金額高達新台幣 七億八千四百三十萬元 有一千八百九十九名 新加坡民眾受害 而詐騙集團竟來自臺灣和馬來西亞 被誘騙去下載一些不明的 含有木馬城市的APP 那其中有一些臺灣的IP 新加坡警方的初步的估計 被害的民眾 大概有超過一千八百多人 接近兩千人 刑事局表示 接獲新加坡警方通知 有上千人網銀被倒轉 追查發現IP位置 來自臺灣和馬來西亞 警方朝涉嫌詐欺 妨害電腦使用 洗錢等案擴大偵辦 臺灣 新加坡 馬來西亞 三方首度跨境合作 警方五約在國內破獲機房 逮捕蔡姓男子等四名嫌犯 馬來西亞六月也在當地逮捕兩人 詐騙集團將轉賬金額 轉化成虛擬貨幣 泰達幣進行洗錢 警方向橋頭地方法院 申請涉案金融帳戶 及不動產財產扣押 購四千三百零一萬元 此外目前仍有一名 理性主席在逃 刑事局表示 持續與各國警方合作 追查處嫌下落 記者 張國良 台北報導